在蛋仔岛中隐藏着一个恐怖的道具 当蛋仔靠近它后蛋仔的肚皮 就会被直接从中间劈成两岸 而众所周知 蛋仔岛中的咸鱼道具 当它靠近蛋仔打向蛋仔时 是不能把蛋仔的肚皮从中间劈成两岸的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个恐怖道具 能把蛋仔的肚皮从中间劈成两岸 它究竟在哪里 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在蛋仔岛道具最多的地方就是街边 如果你也玩过蛋仔岛街边的道具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在蛋仔岛街边的进攻型道具有很多 比如我现在手上拿的炸弹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炸弹丢出去 也是不能把蛋仔的肚皮从中间劈成两半的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个恐怖道具 蛋仔靠近后能把蛋仔的肚皮从中间劈成两半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发现了这个道具 它就是乌大厨舞台右侧的射灯 当蛋仔靠近射灯以后 仔细看我的蛋仔的肚皮 被射灯从中间直接劈成了两半 射灯光线的左边一半 右边一半 所以说 在蛋仔岛中隐藏着一个非常恐怖的道具 蛋仔靠近后肚皮 就会被直接从中间劈成两半 而这个恐怖道具 就是蛋仔岛乌大厨舞台左右两侧的射灯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